白衣人手持棍棒 冲进地铁站见人就打 721元朗地铁站暴力冲突 示威群众跪地求饶 人被一阵暴打 激起民众强烈反抗 为了表达不满 民主派组织将在7月27 举行光复元朗大游行 元朗大马路是元朗最热烙的地方 星期六的游行将会经过这里 一直到元朗车站 也就是7月21号 发生百姨人手持棍事件的地方 为了防止冲突再发生 727光复元朗游行 港府全面戒备 必要时可能直接关闭 元朗地铁站和附近商家 而最新消息是 港警驳回游行申请 我评估所谓冲击 过分打人家也不对 事实上香港示威游行不断 让国外游客网直却步 全球至少11个地区 包括二兰 日本 韩国等 以对香港发出不同程度的旅游警告或提示 我们的示威抗议 其实整体来说都是有预知和预告 游客或者市民 他只需要他不是在那个示威游行的路线上面 或者不是出现在那个示威区那里 其实总体其实是完全没问题 香港接下来到8月中旬将举办多场示威游行 从726机场集会 727光复元朗游行 728中上环游行 8月4号在港岛西江峻澳 8月10号黄大仙汉大浦游行 8月17号来到洪堪和土瓜湾 8月18则是在泉湾游行 提醒接下来要到香港旅游的人 尽量避开这些日期和地区较为安全 记者综合报道